大家好,我是欢欢 作为一名都市丽人 我的生活是讲究格调的 精致唯美是我的标签 我的生活里处处充满着美丽和精彩 所以今天是一期好物分享哟 打结,不许逗 这是一个防紫外线面罩 作为一名都市丽人 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这座城市之中 但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自从我戴上了这个面罩 我就误了 我见青蝉多妩媚 青山见我英如是 我跟你说,我这个面罩还挺贵的呢 一百零九块大洋 希望这个夏天可以有效防晒 第一个介绍完了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作为一名都市丽人 每天坐在林次之比的高楼之上 俯瞰这座城市 总是感慨万分 这时候呢 我一定会冲上一杯雀巢日本金牌咖啡 深吸一口 让咖啡的香气慢慢进入我的鼻腔 夕阳的余晖露在我的脸庞上 咖啡的香气营亮在四周 此情此景 怎能不会为之所动呢 看铁梯整整 塔边万里河山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嘿嘿嘿 如果是去旗舰店购买的话 投编小礼品随即掉落哟 这是雀巢金牌咖啡和服饰会联名出的一个礼盒 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热闹繁华的东京 我更喜欢我去的那个蓝天白云绿树红花的镰仓 就像服饰会的本质 在普通人生活之中诞生的不断变动的艺术 所以这一次服饰会和雀盘经常咖啡出的礼盒 我就入了一个 给大家看一下礼盒的里面 具有两罐咖啡 一个精致的咖啡杯 还有一个服饰会的名片 送的这个咖啡杯真的好可爱啊 我准备用这个咖啡杯泡一杯咖啡盒 都是令人喝咖啡最重要的什么 当然是口感 日本金牌咖啡 动干索香技术领贴 然后它有咖啡纯正的香味 口感不舒线磨 在日本的人气非常的高 当然了 这个里面是零脂零糖 不会长胖 冷水和热水都可以泡 非常的方便 好了 那我们开始介绍第三个了 你猜猜这是什么 首先你要排除这是一罐辣椒酱 因为我不吃辣 但是我吃土 所以这是一罐土辣 土辣 土辣是不是我们山东话呀 这其实是一个考古盲盒 哎呀 大力才能出奇迹 然后官方介绍 这个土是正宗的河南土 然后土里面包裹的是一个假的文物 不能这么说 这里面是我们对历史厚重的好奇心 以史为鉴 可以知星体 这里面还送了一把洛阳铲 这块泥吧 太难弄了 我又把这个土辣放回去了 在评论区抽出去 送给一位有缘人 其实我舍友就是学考古的 然后我就经常问他 盗墓是不是有口诀呀 比如说巡龙分金看禅山 你有什么口诀可以传送给我的吗 然后我舍友就欲言又止的表情中 似乎预示着事情并不简单 上学的时候 我的舍友就真的会时不时的消失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真的要下工地考古嘛 这里就不得不说工地上的爱情故事 就是我舍友的身材非常的好 前凸后翘 就是我一直以为动漫里的那种人物都是假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体重不过百 不是矮子就是那啥 但是我舍友就是前凸后翘 果然艺术源于生活 而且我的舍友长得很好看 但是他也是个死宅 就他的美无人发现 但是有一次 我突然发现他从考古工地回来 就每天晚上一直玩绝地求生 关键是他玩归玩居然不叫着我 我这个人虽然菜 但是我狗 敌进我退 敌退我趴着 在我反复横跳的时候 我舍友给我说 他在和这个玩游戏的男生谈恋爱 我的天哪 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 就是我和我舍友每天都同床共振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每天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怎么你就突然脱单了呢 然后就在我不停地追问之下 我的舍友给我说 就是他们考古啊 一般是两个人一个坑负责青草文物 按照我舍友的那个说法来说就是 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低头不见抬头见 又见着见着多少就产生了一些好感 我当时就给我舍友说 这不行 这男孩子肯定不行 不咋地 怎么见着见着就勾搭上了呢 这肯定不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我舍友给我说了这件事之后 他男朋友每次给我舍友点奶茶 点饭的时候都会给我也点上 我是那种一杯奶茶就能收摆的人吗 是的 我觉得这小孩子真不错真不错 但是最后嘛 我舍友和那个男生也没有最终走到一起 因为就是毕业嘛 两个人就在不同的城市 你看就不像我 我没有任何牵挂 走得潇潇洒洒 然后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 那就点个赞吧